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顺口来 顺口来就是你随便说不负责任 但是随着这么看下去 后来我才真正明白 涛哥讲的确实充满了这种人性和正义 做人应该有这种良知 做人应该有这种准则 表面冠冕堂皇的话谁都会说 但里头是空的 我自己也挺感触 因为确实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背景 有自己的观点 任何一件东西拿出来不可能被所有人接受 一开始也不可能被人接受 我个人觉得做人做事情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有个准则 不去伤害别人 要把真实的一面告诉所有的人 而在过程当中 这样的准则是不能变的 他做人的准则不可能随着环境的改变 随着国度的改变 随着市局的改变而改变 那就不是做人的准则 那叫唯利是图 我相信朋友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其实今天在国内很多的事情正是我刚才说的后一点 大家在这个环境当中形成了这种观念 丧失了做人基本的不可动摇的标准 那不可动摇的标准就是保住自己人性的一面 正像另外一个朋友问过我 我说 你老说人性人性 人性是什么呢 就问过我这问题 我也跟大家解释过 其实我昨天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蛮悲哀的 朋友能问出这个问题就是个悲哀 自己不知道人性是什么 这就是一种悲哀 但并没意识到这是问题 所以他可以直接来质问石涛说 到底人性是什么呢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社会 那有关雷正复这件事情呢 我个人认为呢 埋的雷很深 实际是对薄熙来而去的 甚至可能是冲着李长春或者是刘云山去的 因为雷正复这件事情 他所涉及到的官员 大家注意到都是新闻口的 我们看到的也都是新闻口的 而今天在网络报道当中 没有任何风沙 故意让把消息拿出来 所以这是我觉得中间埋了很多地雷 那西方媒体对这件事情报道蛮多 那网上呢 大纪元呢 把不同的西方媒体呢 对这件事情报道 最新的报道呢 翻译成中文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英国人美国人怎么看 所以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色情代再接中共丑闻 那爆料者再接再厉 那这里是说呢 他还可以再往下接 他首先引述的是美联社的文章 美联社直接说 共产党丑闻再爆发 这是直接冲着中共而来 里面呢 回顾了整个过程了 紧接着讲说 色情代呢 是07年拍摄的 但是仅在本月才曝光 恰逢中共刚刚走马上任的新领导层 祭出反腐大旗 那他发誓要打击根深蒂固的腐盼 担忧 这将损害共产党资深的权威 所以这么一说呢 我们就可以感觉出呢 就是活该这个雷政府倒霉 那把他抓了料 记了旗 而他记旗 只记了个小旗 后面要抓一大 而整个的过程 包括警察的放料 包括朱先生的网站的爆料 给我的感觉都是一盘棋 那提马他说也是这个感觉 所以这就是我一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 今天你无论杀多少贪官 你为了保共产党 其实你也就死定了 话跟你说在这儿 因为在过程当中 被杀的贪官 被判的贪官 都是以保共产党为目的 那只能说你前面的杀人 前面的廉政 前面的反腐是为了欺骗老百姓 这就是我觉得到今天 如果习近平李克强再玩这手活的话 所有的人都看明白 那爆料者朱瑞峰告诉美联社说 他是从重庆市公安局内部人员获得该录像带的 这个人也给了他另外五个重庆官员的录像带 但是在发布之前 朱瑞峰在试图证实他的内容 这就是最关键 他自己承认是警察给他的 他手里还有四盘 他说他自己需要证实 我就想问这个时候公安局在干嘛 国家在干嘛 反腐在干嘛 中纪委在干嘛 用不着朱瑞峰去证实 那王岐山派中纪委的官员 从他手里把录像带拿走就完了 是不是这道理 拿走就完了 我们把那四个办了就完了 给你办的漂漂亮亮 这是国家的角度嘛 但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但为什么这四个录像带还在朱瑞峰手里呢 这就是我跟大家提到的 其实朱瑞峰呢 不是说他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 他的网站做肯定产生过很大的作用 但是在这件具体事情上 有问号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党和国家领导人 这件事情闹了这么大 那公安部门 孟建柱的控制的政法部门 置朱瑞峰于危险之中 难道这不是个Town吗 这就是我想说的 这么去玩呢 骗大家伙 这么去玩呢 不地道 这不地道的意思就是说 你还是想维护共产党的体制 这就是我想讲的 所以这篇文章里讲说 许多中国人冷眼对待当局指控高官的行为 因为他们认为 薄熙来不是比普通中共政客更肮脏 他倒台不是因为他的行为 而是因为他的权力斗争的失败 就是这么回事 所有人几乎都明白 文章里紧接着引述了英国的电讯报的报道 电讯报的26号的报道讲说 雷冠西被色诱那爆料者称冰山一角 朱瑞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雷震富呢 是重庆许多被甜蜜险警引诱之后 被勒索批准有利合同的官员之一 公司意识到有时候漂亮的女孩 比金钱贿赂更加有效 这是朱瑞峰说的 而今天中共的官员呢 从上至下呢 都愿意都是放纵欲望 都禁不住诱惑 所以这手这招最灵 你说那建筑商为什么不这么玩 他这么玩 这招管用 他为什么不做呢 对吧 在生活在胜者王侯败者寇的 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当中 他只要能抓着号 管他什么猫 缺心眼的猫都没事 只要是猫能抓号就行 唯离使徒 把人性扼杀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说怨谁 怨这个 怨那个 怨女孩 怨雷真妇 怨建筑商 真正的是这个体制 而澳大利亚的悉尼的 陈锋报的报道呢 他侧重在微博上 他说微博成了民众 揭露腐败 有利的武器 那中共本身 未能撼动腐败 中共根本不是 它是腐败之中 它是腐败之源 它为什么要撼动腐败 有共产党 是跟腐败是并存的 因为共产党的存在 所以出现的腐败 朋友可能很多朋友 又反对我说 说不对 那个哪没腐败 哪都有腐败 对 人都有贪婪的一面 但是在正常的社会当中 他有着起码的 跟政权 跟权力分离的 这种三权分离的 这种社会的肩价结构 每一个个体 有自己正常的信仰 有人信的不好 但终归有人信的好 信的好去约束他自己 这就是现实的环境 我为什么把这个雷真富事情 跟这个薄熙来挂在一起呢 我们看到三条线非常清醒 习近平要反腐 那树立权威 那紧接着到了这个重庆 孙政才 刚刚说话要反腐 而下面 重庆市的公安局的 这个人员 放出五个录像袋 给了这个朱瑞峰 朱瑞峰是人民监督网 放出一个 有材料 往上一走 这就联维一体的 另外那四个 寒而不放 那就造成给重庆市 是上上下下的官员 因为放出的是一个区的区委书记 直接掌握实权的区委书记 对吧 所以哪另外那四个是谁 整个重庆官场 从上至下都害怕 都揣兔子揣号 然后这个时候 孟建柱派进警察 进入重庆市 王岐山大力反腐 说 薄熙来当初怎么招来的 全往薄熙来身上罪 美国之音有篇报道这么说的 新官上任一把火 孙政才重庆屡心 放烟反腐 那重庆市机关报报道说 孙政才星期二 主持召开市常委会议 坚决反对低俗奢靡 扶求堕落的生活方式 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 你党有形象吗 所以这 谁到了那位置都说着胡话 雷真复说的 比孙政才说的好听 雷真复比他岁数大 官场混的时间长 比他说的也多 对不对 那后面他采访两个人 朱瑞峰认为呢 习近平这一次反腐呢 是玩真的 我们自己说呢 就事不宜待 而这个中国作家 戴晴 其实也是太子党了 叶电英的养女 那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呢 他是这么讲 整个这件事情 反映出中共官场腐败的 一个典型的案例 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芒 这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雷真复的案子 真实的反映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中国社会的权力和资本寻租 怎么把整个道德 官员的道德 社会的道德 全都腐蚀了 这就这真是一个太典型的例子 对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想以反腐维护党的形象 你本身就是权斗 你本身就是想维护自己的权力 你本身就会涉嫌自己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 而把国家拥有 把自己的腐败掩盖 大家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谢谢大家